各位大家好我是运楼 首先看到這個畫面 不要太興奮 這是我的帳號 居然被官方封鎖 它出現的畫面是說我使用第三方軟件 也就是大家俗稱的外掛 但是我相信長期以來 一直在觀看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根本沒使用這個東西 而且我還一直在舉報外掛 那我一般都是使用自動跟輔助 當我看到這個畫面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傻眼的 於是乎我首先就趕快進他們的官網 我們進他的粉絲團來看 粉絲團我就開始找 然後我發現 還蠻多人有這種問題 莫名其妙被亂鎖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發現還有好多人跟我一樣 這我就覺得很奇怪了 我們舉報正常有在使用外掛的人 反而要舉報很多次 他還不見得被封鎖 反而很多正常的玩家 莫名其妙被鎖 被鎖 被鎖就算了 就也看不到官方有什麼 補償或道歉的一個動作 我相信有在粉絲團的朋友都會知道 如果在這邊留言的話 小應一定會叫你來到愛玩天地的回報中心 來填寫資料 OK 我是昨天晚上8月23號 8點多 被鎖 我差不多整理好資料大概10點 留單 然後一直到隔天的24號的 早上10點快半的時候 客服08號 他才有回復給我 那這邊 才發現我的帳號 又被解開了 好 那這邊就有一個情況發生 當我帳號被封鎖 昨天晚上的時候 整個B5榜上面 華山路線榜看不到我 完全找不到 我原本應該沒記錯的話 應該是在 二三名吧 當我解鎖之後 我先到華山論件 原本第一個畫面我沒注意看 我就是直接按 打鬥 我開始戰鬥 好 發現怎麼 不到五秒鐘就結束 回頭再注意看 不對啊 我的論件排名居然 掉到 一萬三千多名 我居然在打那個等級十級的 有看到嗎 我的華山論件 排名 居然我要得自己重新爬回去 這個是 我打完了這個畫面 你發現 我的排名一次上升六千零六十二名 我後來想到我昨天晚上的獎勵也沒零 那中間我也不知道耗損了多少東西沒去領到 那中間我也不知道耗損了多少東西沒去領到 我實在也記不清了 那 那 滑山論點 現在 我得自己 爬回去 這點我就覺得很不公平 你們想抓外掛 我覺得 這個是有用心想要去經營讓遊戲環境更好 但是你不去弄一個 什麼系統 自動偵測 弄了一個錯誤值 這麼大的一個東西 然後 造成玩家的損失 這都不打擾 你回復完帳號之後 你沒有把我的資料回復回去 沒有補償給我 你反而還要讓我自己花賺 把這個名次我慢慢打上去 這合理嗎 我看到粉絲團有這麼多受害者 我覺得 我可能 沒有辦法忍下這口氣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多少人 像我這樣 我昨天看到一個留言是 聽說天下第一幫的幫主 也被鎖 莫名其妙被鎖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吧 那 有同樣被官方亂手的朋友 我想 我們是不是來 留言一下 我們來討論一個 處理方式 總不能夠讓官方 這樣子在胡亂弄下去吧